歡迎大家來到《讀經法》,今天是第十一課的第二節。 相信大家上到《讀經法》第十一課, 在《經歷式》的啟示模式和《讀經法》中的重點應該掌握到差不多。 所以我們今次不再去思想《讀經》的重點, 我們直接入經文。 今天我們會思想的經文是《詩篇121篇》。 我先讀經文。 上行之詩,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以來? 我的幫助從做天地的耶和華以來。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頓, 保護適烈的也不打頓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任備你。 八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以下來就是點出藥詞。 今天要點出的藥詞都頗多。 我們逐一去詮釋。 第一個是我要向山舉目。 詩人要仰望山。 詩人要仰望那個常不動搖的山。 你記得現在是詩歌的體財, 講求那個意境。 用那個意境去表達他信仰的實在。 第三層的意思就是說,詩人要仰望那個不動搖的 就成為自己的幫助,令自己的信仰不至於動搖。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詩人反問自己的心,自己的信仰生活不動搖的幫助, 真正的是從哪裡來的呢? 真的是從死物的山領而來的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真是從那個死物的山來的嗎? 詩人就說,從做天地的。 詩人對自己的心說明,真正叫自己的信仰不動搖的。 那是從那個做天地,包括眾山領的耶和華而來的。 詩人認為,那個有能力創造天地一切的主才是有能力的主,是值得他仰望和依靠的。 令自己的信仰生活可以真正不動搖的。 詩人認為,不叫你腳搖動。 詩人認定,不叫自己的腳搖動的,是在乎仰望做天地的神。 詩人認定自己的信仰的腳步,堅定不移,都是在乎神的。 保護必不打頓。 詩人認為,所仰望的主是不會打頓的。 詩人認為,神不僅有大能力,而且沒有一刻會打頓而不留神。 因此,神大能的保護對於詩人來說是時時刻刻都如此實在。 詩人認為,神是那位保護以色列的神。 神必照自己的應許,時刻以大能,保護以色列的。從列祖以來都是如此。 當然,詩人本身是以色列人,也包括自己在內,夢神時刻大能的保護。 不遂教 詩人認為所仰望大能的神是不會睡覺的。 神大能的保護向投靠他的詩人是不會停頓的。 神的保護是無時無刻,所以非常可靠。 在你右邊任備,右邊是能力的象徵。 詩人認定了,神必在自己右邊貼身保護他,滿有能力。 就是詩人有能力,都是在乎神背後的貼身地堅固自己。 八日不傷你,夜間不害你。 很多時候,上行之師說到屬臣的人上耶路撒冷, 路途當中有八週和夜晚,八週有極之炎熱的陽光, 可能會傷害到這班上耶路撒冷的百姓。 在這種暴晒下有危險。 有時候,他們都認為在長時間在月亮下都有損他的健康。 當然,這與真實的信仰有關。 詩人認識到真神耶華大能的保護下, 認定一切虛假信仰而來的迷惑。 原來當時有人以為太陽是代表一個神, 月亮晚間也有另一個神。 他們有一種錯誤的信仰理念, 就是太陽的神或月亮的神, 反乎都有能力傷害他們。 但於詩人而言,他認定了耶華是大能的神, 獨一真神的時候,這些虛假的神, 又怎能傷害到他呢? 神是一夜成為私人貼身的保障。 免受一切的災害。 這個名詞是一個單數字, 解作什麼呢? 罪惡、危難、困難、傷害或災禍。 詩人認定大能的神, 確實能讓自己躲開了, 從早到晚可能出現的一切的罪惡和災禍, 包括一種迷信的論述。 所以這裏子的災害不一定是災禍, 甚至是避開一些罪惡。 你出你入。 仰望神的詩人在自己生活中, 那種的離開或進入房子, 都是得到神全面大能的保護。 使人無論往哪裏去, 都得神的保護。 你出你入。 即是說,無論往哪裏去, 都當仰望神的幫助, 而神也必然保護。 從今時直到永遠, 神的保護是一直到永遠的。 神的保護是大有能力, 時時刻刻,無微不止。 還有,直到永遠。 所以仰望神的保護和幫助, 是極之最可靠的。 我們讀完一篇詩篇, 詮釋完當中的約詞之後, 私人的信仰感受, 我自己體會是很安穩, 很平安, 帶著感恩的心。 這裡的信仰主題是 《神是我們的幫助》。 神的幫助在這篇詩裡 能揭示出有什麼層次呢? 神是我們堅固的幫助, 是很實正的,不會動搖。 神是我們時刻的幫助, 神是我們貼身的幫助。 神是我們永遠的幫助。 透過這篇詩篇, 我們不僅認識這個主題, 更加從其中一些約詞的詮釋之後, 我們知道神的幫助是有以下四個特點, 堅固、時刻、貼身、永遠。 當我們仔細去讀, 由恩著信領受的時候, 我們對於神的幫助是很有把握。 信仰的反思是, 感謝神使我得到祂全面時刻和永遠的保護, 使我每天尋求神的信仰歷程當中常得安穩。 我們生活之中,一出一入, 無論往到哪下去, 使我們願意投靠神, 全面時刻,永遠的保障, 常常臨到我們。 今天《讀經法》第十一課的第二節就到此為止。 希望神的保護, 恩著信,常常臨到你和我。 再見。